BioList这地方,怎么样查出其他的资料 那包含就是说Name,它的名字叫什么 OK,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详细的那个说明 详细说明是这个地方 比较正确的版本应该是Name Name的话是 它说要传回什么,First Name 那个Useur Name OK,这是它的名 它的名字,然后空一格 然后再加上信 OK,那第二个的话呢,Room Number的话就是 就是要什么,传回哪一个房间 然后几晚,几晚的话就是把Checkout 剪掉Checkin就可以了 另外Price就是要去搜寻,就是我刚刚讲的 OK,那怎么做完我们要的这个结果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的话第一个 Name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查到哪一个呢 查到它的First Name跟它的Surname,这个可以把它删掉 中间加空白,就这两个栏位串在一起,中间加空白 那可是问题呢,我要怎么样刚好根据这一个 去查到它的名字 那当然呢,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可以透过什么 这个Booking ID 你会发现这个Booking ID 去找哪一个呢,找前面的这个Booking的资料 找到之后的话呢,把它的名字带过来 所以特别至于,如果你要需要查询的这个功能的话 那一定还是要做到,用所谓的那个View函数 那查的方法呢,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的话,邮标还是先放在这边 查询函数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用什么 用简式与参照 也是这样,最后一个View函数 那它一样会问你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你要查什么 我要查这个ID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你要去哪一个 哪一个,那个表格帮我就查去 那其实就是前面这个,Booking 所以你点Booking 然后,范围的话呢 就是从A2一直选,选到哪里呢 选到这底下啦 或者你可以按Ctrl 需要向右向下 那你会发现,选起来之后 就这个范围 不过我印象中,等一下取消一下 我看一下公式里面 名称管理员,里面有没有帮我们 已经建好那个 好像已经有建好一个Booking 所以其实我们 可以有另外一个方法 我如果不选取的话 我直接按什么,按F3 一样可以把什么 把这个范围就带过来就好了 OK 不过它选取的范围,你会发现 它连那个A1都带过来 我是觉得这个A1其实是可以不用 因为将来不会查那个栏位名称 是查栏位名称下面的资料 但如果你即便你把它带进来也不影响 好,来试一下插入函数 第一个,一样减数率参照 的V2函数 再来第一个问题,就查这个 去哪边查呢?F3 去Booking里面帮我查 帮我查查看 这个ID在这里面有没有 那如果有的话呢 再来的话,要带回来哪一个栏位呢?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不确定是哪一栏位 你可以再移动到上面 它会再切过来 那你可以算一下嘛 我要需要什么 一定是查第一栏 这个范围的,这个第一栏 然后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 这个第八 跟第九 我要查两个 那当然你可以怎么做呢? 先把第八先带过来 再把第九放到后面就可以了 OK,那做法上哦,就直接这样 直接把这个 column in name number输入 8嘛 OK,因为我要查的是第八 First name 那比对方式一样是0 一样要一模一样的东西哦 不要找接近,特别注意哦 请各位先看一下,如果你有查到 资料,恭喜你,表示你刚刚做的 这个Booking ID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如果你查完之后 你发现这里面是错误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请你把前面刚刚你做的动作 检查一下 你前面做的是有错误 才会是找不到哦 OK,因为两边是有连锁的关系 OK,按确定 那就是查出来哦 它是这个Romeo Romeo他定了,然后呢 后面的话空一个 所以AND 串一个空白 空白的话就是 双引号空白就直接输入到这里 再一个后双以后 就类似像这样 AND一个空白 加一个空白在这里 然后呢再加它的信 诶,它的信是什么 刚刚的名字是第8栏 那信的话呢是第9栏 所以你就把这个第8栏 复制贴到后面 后面的话AND 再一个AND 然后再把刚刚的前面这个V团栏 公式贴过来 不用再重做了 直接把第8改成第9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 我把第8栏的资料 名字先抓过来 然后再把空一格 然后再 空一格 然后再加一个它的名字 先名字 然后后面再信 第9的话就信 OK 那打勾看一下 它的全名就出来了 那当然底下呢 点两下 全部都查完了 OK 如果老板要给你一个任务 就是 你帮我把这些ID全部查完 当然呢 如果你用以前的方法 涂法链钢慢慢查 这个 然后再前面比一下 找找找找 有没有ROMEO 那我看你可能会找到下半还找不出来 对不对 OK 那不是用眼睛看的 就是要用查的 OK 那ROMEO 那ROMEO的話呢 应该是哪一个房间 其实同理可证 你会发现 ROMEO在这里 那其实你会发现 刚刚我们是查这里 现在只是改成这里 那其实你程式基本上不用改 你只要把刚刚的东西复制贴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把数字改成第六 因为他 F的话是123456 所以如果要查Build List这个ROMEO 最简单的方法 请你直接把这个等号后面 到刮弧 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的话取消 把它贴到这边来就可以了 但是我不是要第八 我要第六 OK 那这样的话呢 把它打个勾 几号房就出来了 那几晚的话呢 几晚的话 不是怎么样 把这个 减这个 那 这个checkout的日期 是在 第四在这里 这个应该是第五 所以呢 应该是什么 是第五栏 先带过来 再减掉第四栏 的结果 就会是住几晚了 所以 那怎么做呢 现在很简单 不用重做了 你就怎样 再把刚刚这个公式 怎么样 再复制一次 取消 到这里贴上 然后把第六 把第六改成 第多少 第五 然后后面的话 减掉 第四 所以减的话 再把前面这个公式 不要选到等号 复制 贴过来之后的话呢 把它改成四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不就是 checkout日期 减掉check in日期 那就是几晚的 不用再加一 因为刚刚我们加一 是因为几天嘛 天要加一 那几晚就不需要了 打勾 ok 三个晚上 然后住三个晚上 向下填满 那最后的话呢 最难的部分 可能就是 这个price price 那我怎么知道 这个price 这个饭店 哪个他住哪个饭店 我们大概有知道几个讯息 他住的饭店在这里 这是缩写 他是缩写 然后他住几号房 所以如果有这一个 还有个减号 这前面三个 再加这个几号房 其实都可以查到 我怎么知道呢 你可以切到 刚刚我们那个后面的清单 对照表里面 就会有一个清单 在E栏跟F栏 你会发现一定是缩写 加一个减号 加几号房 就可以查到了 诶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 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请各位先试一下 我待会再讲这部分 请各位先完成 前面BCD 这三个栏位 待会我们再来看price部分 其实特别注意哦 最关键的还是VILO函数 VILO函数查什么 查这个东西 去哪边查呢 去booking里面查 booking指的是 前面这个表格 已经订好名称 然后面第三个指的是第几栏 这个里面的第几栏 那零的话呢 是要不要找接近的 不要 不要就零 OK 其他就是分别看哪一栏 的资料带过来 你就查完了 所以如果以后呢 假如你不用VILO函数的话 说真的话 那基本上你根本下班 要把事情做完 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所以现在的话呢 如果你到任何工作了 应该理论上都一定会被要求 eSale一定要很熟练 否则的话 你就怎么可能把事情很快的 这个做完 好了 画面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감사합니다 好